哇! 誒,這個恐慌有我的東西嗎? 有啊! 真的有! 這個就是每次把我買淘寶的 幕後兇手!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Vlog 我是許惟勝,今天我就來回答很多網友 所問的問題啦,就是 很多人一直問我為什麼我要穿這樣的衣服,不會熱嗎? 今天我就跟你們講,為什麼我喜歡穿這個金身衣 第一,它非常的涼,很涼快,它排汗也很好啦! 第二個原因叻,就是這個衣服真的很漂亮啦! 就是這樣而已! 哇哇哇,你還要買什麼東西啊? 所以這個就是我買的金身衣啦! 等下我就來開箱給你們看,ok? So,我已經非常迫不及待要開箱了啦! 你看,這個紙袋是包完整的! 圓通宿地,YT Express! So,話不多說,我們現在來為我剛在淘寶買的衣服進行開箱! 所以這次我只買一件罷了啦,因為其實我蠻多件的 有些,其實穿久了,它也是會薄掉啦! 薄了就不太好看了,所以我就買多一件新的 CAPCON AMERICA! 嗯,各次的買到來,它還有送這個東西 然後它還有free這個耶! 哦,這個是拉在手這邊的! 以前打籃球啊,帥哥都會穿這種這樣 哇,這樣很閃這樣啊! 不過好像也沒有什麼人在用這個啊! 不過既然是free的,我就收下咯! 這次這個衣服,我買到好像有offer offer價錢,沒有錯的話是39人民幣吧! 但是算到來,我忘記多少錢了啦! 當然我也會放這個衣服的連結 去下面那個YouTube的訊欄 大家如果想要買這種精神衣啊! 不用再來PM我,不用再來問我了你們! 直接按那個連結,你們就可以買到像我穿的這種帥帥的衣服了! 蛤? 你們想要看我穿這件衣服? 沒問題! 這是我特地買大一點啦,因為我也是擔心說 從中國機到來,如果買的太小件 穿下去又不能呼吸,因為我曾經買到一件 不止一件,兩件! 穿下去我根本沒有辦法呼吸的那種 有時候我買的精神衣啊,它很緊,它沒有像這樣有彈性的 這個很有彈性! 有彈性的才是比較好的啦! 因為沒有彈性,穿下去跟你講真的是呼吸不到 它會累你累的很緊! 喜歡我這一集的開箱影片嗎? 如果你們喜歡的話,記得點個贊還有分享啦吼! 還有,我暫時強調吼,如果你們想要買這樣的衣服 不用再問我了! 我有鈴鐺在下面,你們自己點進去看啦吼! 你們沒有買,你們想要看也是點進去看,ok? 我們下一集見! 我們下一集見!